应白俄罗斯总理哥洛夫琴科邀请 国务院总理李强当地时间22号上午 承包机抵达明斯克 开始对白俄罗斯进行正式访问 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 陪同人员同期抵达 白俄罗斯总理哥洛夫琴科 和中国驻白俄罗斯大使谢小用等 到机场迎接 李强表示 中白两国人民有意远远流长 建交32年来 双边关系快速发展 特别是近年来 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亲自推动下 中白关系不断提制升级 已经建立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今年7月 两国元首再次会晤 对中白关系发展 做出战略指引和新的部署 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努力 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进一步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深化互惠互利合作 共同分享发展机遇 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不断增进两国人民扶植 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 做出更大贡献 李强是在结束主持中俄总理第29次定期会晤 并正式访问俄罗斯后抵达明斯克的 离开莫斯科时 俄罗斯政府高级官员和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等到机场送行 第29次定期会晨 第一次定期会晨 19265 2